第一个page我们有清除 然后按下它,它全部放在第一个page OK,就是刚刚的,先录制聚集修改那个什么 第几个page,然后下载到哪个位置 然后再做什么删除列 再做那个什么资料剖析 然后就栏宽自动调整 这个云段上都有 清除的话是sales.clear contents OK,应该也有了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这个删除先塞一下 再来就批次新称 批次新称的话就是for i 等于1到16 然后shits.add add到哪里,aftershits.com 就最后,一直add 然后名称.name,改成i 然后再把中间那个下载的那一段 viz到viz贴到那边 修改那个i就可以了 第几个page嘛 那这样按下去,就全部都下载下来了 OK,其实还蛮方便的,按下去看一下 第一个page4,第二个page,第三个page 那里面当然呢,如果你要在资料剖析,就call 因为我是没有call 你要call,资料剖析 在call,在colors.autofits 加这两个,它就会帮你剖析完,也自动调整一下 好,应该还记得啦,刚刚的东西 那再来就是,把那个旧的删掉 启动表单这个,刚刚讲的 它的原理就是,我把它home 点show的时候呢,它会触发 它有一个叫,它点show 它会触发一个activate,启动的事件 那我就把程式写在那边 我就把pb先归零 然后呢,做什么呢,fori等于1到16 然后一样是做那个新增,p字新增工作表 一个1234,然后呢,只要下载新增之后的话 那我就顺便更新那个状态条 更新一点,更新一点,更新一点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所以今天大概这个,这个完成的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啦 那不过后面还有一些练习,就是说 其实我还蛮希望就是统计出 到底这些号码里面 哪一个,这些号码里面呢 哪一个号码出现的几率最高 就1到46,所以其实你1到49 所以这部分的话,你可以把之前的那个练习 可以把它延续做完 我想大概就这样子啦 那至于其他的话 你可以除了大乐透之外 你可以去下载威力财啦,其他的东西 OK,那把画面呢,还给各位 请各位试着做做看 来,final的东西 其实这个 跟各位讨论,就是说 补充一下就是 最后其实录制聚集之后 其实像这个Wiz到Wiz 其实就是它帮我们产生的程式 那你会发现这一段非常冗长啦 不过实际上,这些有蛮多地方都可以删掉了 像从那个什么呢 这个之前这一行我们是把它注解掉 Name其实可以拿掉 也就是说呢,从这边 comment type一直到最后Wiz的上面 其实呢,只要保留三行就可以了 其他都可以删掉 好,为什么?因为其他都预设子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呢,你只要保留哪三行 就是,叫做它说你的那个Web Formatting 就是你的那个什么呢 你的格式 格式呢,我不需要格式的话 你可以怎么 它这个地方可以没有格式啦 如果你这样没有的话 它会帮你把那个网路上的格式顺便带下来 所以这一行有没有关系到什么 你需不需要网路上面的格式 如果你不需要,这一行要保留 但如果你这一行没有 它就会把网路上 比如说本来颜色啦 格式 字的大小 字型等等 会帮你把它带到那个Excel里面 OK 所以基本上呢 需要的只有哪一行呢 其实上面这一行 这些都可以删掉 也就是我先把这边先注解掉 上面这些都不需要 这边也不需要 只需要什么呢 只需要三行 就是这三行 第一行是什么呢 Web Formating 第二行是Web Table 那我前面讲过啦 其实它这个功能 主要是帮你找什么 网页里面的表格 第几个表格 所以这个要告诉他 这个如果没告诉他 他找不到嘛 那以后如果你要修改 甚至你也不用重录了 反正你就把录过一次 那你只要去找到那个网页里面的 第几个表格 告诉他 他也会帮你找出来 甚至你可以什么样 如果你要把那个网页里面 所有的表格通通下载下来的话 其实你可以这边可以 跑个回圈嘛 他可以帮你把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表格 通通都下载到Excel 可不可以 可以啊 OK 所以其实这个改法还蛮多的哦 只是说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你录下来的区集是什么 要怎么修改而已啊 所以其实蛮多地方 如果你要动一点东西啊 哇 那个效果完全是不一样的 只是说我发现哦 这嗯 真的有有这样做蛮少的哦 那最后的话呢 这个点Refresh啊 这个这一行一定要保留 意思说就帮你把网路上面的资料怎么样 全部下载下来 就靠这一行 所以其实只需要这三行 其他的都可以删掉哦 所以你会发现哦 如果把这这其他的删掉的话 你会发现哦 简直感觉哦 城市就会马上清爽许多 清清爽爽有没有 所以哦 以后如果你将来希望哦 可以从网路上撈资料的话 其实只要保留这些这些 拿来改就可以了 其他都不需要 可以改出很多花样哦 只不过你有很多网页 你就跑回圈 那几个网页全部都download下来了 另外如果你要放在一起的话 只需要什么 Distination这边哦 稍微做个修改 就是往下追踪而已啦 其他大概就不会有太太多的东西 需要做变化 那这个是下载网页的第一阶段 也就是如果他那个资料就是放在那边 让你抓他没有保护的话 那你就可以任意的抓好 所以尽量去练习 但是我跟各位先讲一下 有些资料呢 他就是硬是要保护 他就是不让你抓 所以有些网页上面的资料 如果你用这个方式 会抓不下来 那如果用这个方式不能抓的话 可能你就要考虑用别的方式来抓了 如果用别的方式的话 难度相对的又会比较高一些些啦 那当然呢 网路上没有抓不下来的资料 只有你不会写的程式啦 所以如果你会写的程式 然后呢 你就把它修改改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我上课的东西都这样啦 反正呢 只要你就把我网路上的程式 拿来当范本啦 至少了解里面在做什么 然后修改一下 我想应该至少能够改出你要的效果 也不是太难的事情 那所以学习程式 大部分都还是从修改别人的范本开始啦 所以这些都还蛮不错的范本 以后你们可以如法炮制稍微修改一下 应该可以改出另外一个结果出来 那这个单元也许 数学函数部分就先到这边 那待会儿的话 可能剩下时间不多 不过我们还是开个头 就是请各位再去开启那个 第五个单元 就是检视与参照 那我们先大概讲一下吧 检视与参照 函数里面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 像Vero函数大家应该都很熟 可是除了Vero函数之外 还有其他的 像蛮常用到像Index函数 有没有 会配合像Match函数 或者是什么Interact函数 Obset函数等等的 那这些函数呢 主要的目的是说 它可以 针对你要查的资料可以帮你查出来 那也就Vero函数没办法做到的 其实你可能就要想办法用别的方法 帮你把资料给找出来 有点像把Isle拿来当资料库使用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把刚刚的部分先做个结尾 结尾给结束 待会我们再来看那个 检视与参照部分